在分組討論趙紫陽同事的報告時,軍隊幾個小組的氣氛充填熱烈,代表們一致指出,正向趙董儀所講的,過去五年我國的國防建設和國防力量有了新的加強, 新型戰術和戰略武器的研製,取得了新的成果。與此同時,許多代表,特別是擔任部隊領導的代表,楊道,軍隊的政治素質,並不像報告中所講的減度提高。 此外,過去軍隊倉促進行體制改革,經典整編,明顯是帶來了嚴重的副作用。 有一些代表在發言中指出,部隊各級領導幹部,深深感到帶兵難。 並且從近三四年來,一年比一年嚴重。而戰士則感到當兵吃虧。 當兩三年兵不如中二三年責任前,或者零幾年公租實惠。 並且幹部和戰士在部隊,而心裡想的是今後離開部隊的出路。所有這些現象已成為部隊各級領導非常頭痛的事。 可見,軍隊的政治素質遠不像報告中所講的顯著提高。 此外,各部隊這幾年發生的政治事故也顯著增多。 有些像接連駕駕駛投奔台灣, 試槍或者下刑逃亡國外等嚴重政治事故,是建國以來罕見的。 有些代表還談到,照紫陽總理在報告中所講的,進行體制改革和經濺整編的好處也應該從兩方面看。 目前,絕大多數幹部戰士在部隊不能安心,想個人將來的出路。 與這幾年進行經濺整編有直接關係。 最不能理解的是,軍委個別領導人口頭上強調,軍隊要培養軍地兩用人才。 可事實上,兩幾十萬戰士,數十萬幹部,不定任何信念就搶行轉業復原。 僅北京部隊一年之內就採檢了一萬五千多名幹部。 其中,大部分幹部及其家屬在工作上、生活上遭到了極大困難。 上述代表的意見基本上是正確的。 這裡想補充一點,今天誰都看得出來,所謂部隊的體制改革和經濺整編, 實際上成拉被過去參加過三支兩軍和在林彪、黃永勝、吳法縣、李作鵬、邱輝作 以及近五年來撤換的軍兵總和部隊領導人手下工作過的大批戰部, 進行政治清洗的藉口。 這種打造,今天整編,體制改革為恍制的後果,是可想而知的了。 六屆人大一次會議,將選舉新的一屆國家領導人,組成新的一屆國家領導機構。 希望新的領導能夠吸取以往的教訓。 不要再做不利於軍隊內部的安靜團結,不利於黨軍軍政團結,可影響軍隊思想情緒的事了。 以上是八一電臺的廣播。 在榮大會議段分組討論會上,幾多軍隊代表,就王炳前同事報告中, 關於國防費用問題的發言實施書。 在五屆人大三次會議上,張愛平、楊德志等軍隊代表,在發言中稱希望今後,在國家軍隊發展的基礎上,增加軍事費用,以加速國防現代化的進程。 然而這幾年,教訓軍費極不合理,一大部分軍費用於發展戰略武器上。 使我軍的常規武器裝備仍然處於極其惡後的狀態。 軍隊代表的意見是非常正確的。 他們的意見實際上反映了全軍大多數子彈員的觀點。 我軍使任人渴望,迅速改變軍事落後的面貌。 同時也體諒國家的經濟困難。 不能超出國力,增加國防財資。 因此,今後如果仍不合理地支配軍費。 那趙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,所講的現代化、正規化方釘,將無實現之日。 趙紫陽同志在報告中說, 軍型戰略武器的研製取得了新成果。 此說有利已存在。 人所共治,研製戰略武器需要制圍的資金。 如我國建造的一手核權品,花費了十幾億元。 這相當於國家徵費預算的十分之一。 這幾年,由於按修維領導人的指示, 搭動研製和生產進攻性戰略武器的結果, 放鬆了常規武器的研製和生產。 以致帶來了幾嚴重的後果。 如自衛反擊戰區間,二月二十一日, 我母部坦克營自中西進攻高屏。 結果,在博山的溫進山口移蘇冰。 越今使用一般反坦克火箭, 就機動或者擊回我方的幾乎所有的坦克。 在於空間為例, 不僅飛機性能落後於世界所有先進國家, 而且為了節約而縮展飛行訓練的時間。 五軍飛行員的每一個飛行訓練小時, 比任何一個國家都少。 平行自由十小時。 而美國是二十小時。 以色列為六十小時。 連印度、南朝鮮都比我們多。 在這種情況下, 國防現代化又從何談起呢? 中央某些領導人在講話中, 不斷強調國防建設的重要性。 提出要貫徹正規化現代化的方針。 而在實踐中, 卻不能合理地花費薪費。 這種言情不一致的表現, 顯然不能不引起全軍實戰員的憂慮。 以上是八一電台的廣播。 呢? 但 decl了魔法建議 où